好 花蓮真的是一夜狂震 从昨天的傍晚五点多开始 发生多起的有感地震 尤其就在凌晨两点多 相继发生规模6.0 还有6.3地震 这让当地人直呼说 一躺下来这警暴就想 吓到整夜都没办法入睡 还有人看到了干脆就直接 睡在车上或是躲到露天咖啡厅 对于CMF的部分呢 是在一早紧急来宣布说 今天花蓮停班停客 好的确这样的连续地震 让花蓮再度也传来灾情 刚刚看到包括说 原本就被列为 围楼统帅大楼进一步倾斜 三楼变成了一楼 钢梁都震到歪掉 另外这是在中山路上 富凯饭店也发生了倾倒 幸好先前饭店已经停业 因此没有酿成伤亡 此外呢 这是在吉安厢的一处 废弃洗衣场也发生塌陷 二楼变成了一楼 那么根据统计呢 从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 发生将近两百起的地震 对此地震侧报中心主任 吴建復就说了 这都是属于0403的余震 而过去呢 其实这个余震都是集中在 镇央的北边 这一回是集中在南方 就是硬力调整所导致 不排除后续余震会持续半年 到一年左右 天花板上吊灯晃不停 随着警报声响起 凌晨的黑夜里 弥漫诡异气氛 家电用品全都像摇头娃娃 不断前后摆动 从22号下午开始 一直到23号早上 15个小时就发生将近 200多起地震吓坏全台民众 昨天5点8分下午5点8分 到今天所发生的这些 我们是都暂时 我们都是判断 出不同资料来判断 它是0403的规模 7点2的一个余震 余震不断 其中最有感的就是 23号凌晨2点26分和32分 规模6点0以及6点3强震 没想到还没完 上午8点04分和06分 又发生两起极浅层地震 其中较大的规模来到5点8 深度甚至只有两公里 从4月3号7.2的地震开始 一直到今天 大概总共释放了42颗原子弹 大概90%几的能量 第一天就已经释放了 不只深度极浅 镇压更从近海逐渐转移到陆地上 就有专家坦言确实有点异常 就是说后面有更大的地震 这个就有一点像涉及到地震预测 今年跟1951年完全一样的 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专家预言后续不排除 近期可能出现规模7的地震 提醒民众得随时做好防震准备 因为就怕这只是个开端 记者综合报道